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77集 敲鼓 六月十八历秋 三季之后终于迎来了大军出征之日 昨天清晨委员率领一众将领 骑着马从皇城的主干道出发 向着京城外的大军军营行去 招摇过势是必不可少的流程 历来金榜提名和出征都是国家大事 必须要招摇过势 广而告之 浩浩荡荡数百人的队伍里 委员在最前头 他仍旧一身轻衣 两鬓斑白 儒雅俊朗 一如当年 主干道两边站满了百姓 经过这么久的宣传预热 百姓早已接受了打仗这件事 默默的围观着队伍出行 人群里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定定的凝视着内袭轻衣忽然老泪纵横大哭起来 爹 你哭什么 老汉身边的男人茫然问道 卫公 卫公终于要领兵了 老人紧紧抓住儿子的手 悲喜交织 爹当年参军时 就是跟着卫公 去的山海关 也是跟着他一起回来的 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 卫公 还是如当年一样 只是屏较花白了 当时 我记得是陛下站在城头 亲自擂鼓 为卫公送行 陛下围骨 年轻的儿子瞪大了眼睛一脸 不幸 许多年纪大的人 看到轻衣如是领队的一幕 纷纷想起当年的山海关战役 想起了大奉还有一位军神 想起了这位当年压得镇北王 无法出头的轻衣如是 尤其是曾经参过军的老人 再次见到魏青衣领兵的一幕 或山然泪下 或激动万分 或悲喜交织 魏公 是魏公啊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年 终于又看到魏公领兵了 这么多年 我都快忘记当初魏公 率领千军万马 牺牲的疯狂 魏公啊 为何山海关战以后 你便隐在朝堂 你可是当年的兄弟们 有多痛心 年轻人很难理解老一辈人的情怀 难以理解内席轻衣 昔年有多光芒万丈 街边负责维护治安的许平治 腰垮长刀 愣愣凝视 恍然如猛 白狐大人 您当年也打过山海关战一把 魏公 真的有那么神吗 一位年轻的御刀卫 低声说道 对于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说 魏公在 军心就在 他是那种让人心甘情愿 为之赴死的人物啊 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很难理解当年的我们 不过 你们迟早会体验到的 等 打完乌神教 我听说 当年山海关战役时 陛下亲自在城堂雷鼓 又一位御刀卫问道 山海关战役 关乎国家存亡 自然是不同的 这一次 看不到了 许平治惋惜开口 委员深厚 江律中等追随过魏青衣出征的老人 听见了街边百姓的讨论 不由想起当年 山海关战役时 大奉举国之兵力投入战争 那些龙袍亲自站在城头 雷鼓送行 何其风光 如果陛下能在雷鼓相送 那该多好呀 当年的那一批老人 心里由衷的想 只是陛下不是当年的那位明君 当时的远景帝 英明神武 秦于正武 一扫先帝时期的臣科 现在的陛下 臣迷修道多正多年 早已误是人非 城头上 以王贞文为首的文官 以几位公爵为首的武将 以及以太子为首的宗室们 在城头一字排开 默默注视着下方宽敞 主干道尽头 缓缓而来的队伍 想当年被冤出征 陛下亲自登上城头 雷鼓相送 才使得京城上下万众一心 王贞文感慨道 经历过山海关战役的老臣们 微微恍惚 兵部尚书恍然 我说为何城头无人敲鼓 原来是无人再有资格 二十年前他还不是京官 在外地任职 文言 太子四皇子等人眼神微热 如果能效仿父亲当年 雷鼓送行 那将打出风头 不过 大部分宗室只是随便想想 不敢真的这么做 现场能做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 一位是东宫太子 一位是皇后所出的嫡子 四皇子 太子身边 穿着火红宫装的林安 抿了抿嘴 想象着那幅画面 一时间有些吃了 父皇当年 一定因此无双 好想再看父皇雷鼓送行的场面 怀请一时露出了些许期待 什么是万众瞩目光芒万丈呢 金榜提名的状元骑马游街算一个 师会上做出传世名作也算 此时的魏冤算一个 当年父皇穿龙袍登城头 为万军雷鼓也算一个 太子和四皇子有些异动 太子兴冲冲的说道 既然父皇不来 那本宫就亲自雷鼓 大军出征 岂能无人击鼓 他知道这么做会有一定的僭越 但这种事毕竟不是理智上的禁忌 即使父皇知道了 顶多也是不说 而他能博取巨大的声望 权衡之后 太子便有些跃跃欲试 四皇子皱了皱眉正要反驳 便听怀请传音道 太子 你的资格不够 太子恼怒传音 那谁还有资格 说起来 太子在一众皇子里 算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他是欺品污者 怀请摇摇头 没有回答 太子殿下 王真文拦了一下 挡住太子走向大谷的路 闻言说道 于身份而言 您这样做不妥当 会惹陛下不快 于冥王而言 你缺了点资格 于魏冤而言 您还是缺了些资格 太子皱了皱眉 那以守府大人来看 谁有资格 王真文目光掠过他的肩膀 看向台阶处 笑了起来 有资格的人来了 众人豁然回头 只见一个年轻人 腰垮长刀 他步子走得很慢 两边的侍卫如临大敌 浑身颤抖 努力的想拔刀 但怎么都拔不出来 怀请和林安的美眸里 不约而同的闪过亮光 许清安 轩柜里 有人咬牙切齿的开口 许清安不理 紧朝王真文点了点头 便静止走向大谷 四皇子目光微动保持沉默 太子目光锐利的盯着他 横在身前拦住去路 太子哥哥 你快让路 林安胳膊肘往外拐的 推丧他一下 于身份而言 他怎么做都不用顾忌父皇 于声望而言 京城百姓对他欢呼歌颂 于未冤而言 他太有资格了 太子轻哼了一声 走向了一旁 许清安抽出鼓锤 用力的击鼓 城头传来鼓声 先是沉闷的遗迹声响 紧接着是两声 而后鼓声密集如雨 一声一声的回荡在天际 包括未冤在内 所有人或抬头或侧目 看向城墙 城墙之上 有人雷鼓 看 是许英罗 人群里传来惊喜的喊声 是许英罗在敲鼓 许英罗在为大军雷鼓送行呢 百姓们的情绪一下子高涨 大声呼喊 热情四射 林安时而看看底下的百姓 时而看着许清安的背影 他笑得又灿烂 又纯真 怀庆嘴角微巧 江绿中等人眯着眼 望着城墙上年轻挺拔的身影 听着百姓们激昂的欢呼 莫名的有些恍惚 当年那些龙袍在城头雷鼓 城中百姓欢呼如飞 二十年转瞬即过 雷鼓的人患了 百姓欢呼依旧 他们沉默片刻 忽然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文元抬起头 凝视着城头的年轻人 蕴含沧桑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丝的欣慰 二十年前 有魏渊 二十年后 有许其安 很好 这时候 再来一首诗 就更好了 于是 魏渊高声笑道 哈哈哈哈 许其安 可有诵行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